農委會本來就應該要 嚴控我們的農藥使用的問題 這是農委會 或者是這個農糧署 你自己本身應該要做到的事 所以我們台灣的 所有的果蔬 蔬菜 還有甚至包括茶葉出口的時候 它的農業有沒有 符合國際的標準 有沒有符合 我們自己政府的標準 這是你農業 你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責任就在你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農委會的主委 這個陳其中 自己要弄清楚 就是你為什麼 會被人家檢查出 我們的農藥 我們的茶葉有參渣 我們的茶葉本身的農藥 使用量不合規則 這個部分裡面 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你怎麼就把這個責任 又往外推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嚴肅的問題 也要處理的 有關於巴納的一個 控制的這個服中醫 我覺得他到底是懂 還是不懂 就是說MOU剛剛簽了 怎麼可能就談到上次的 那個芭樂的訂單的問題 這是訂單簽了以後 才是涉及到未來的問題 那怎麼會是過去的 還有高雄難道他的水果 他是說以前高雄的芭樂問題 都是高雄自己處理 現在就要農糧署來處理 請問一下高雄的這些水果滯銷 高雄的農民有怨聲載道的時候 都是誰在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韓國瑜還沒選 還在選 已經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 這麼的嚴重 我就覺得這些人 其實是為了覆盤 然後已經違背了 他的自己的專業 不過我這邊陳明通 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都是老師 還是要講一下 可能陳明通沒有苦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 所以他不知道什麼叫做苦 我是苦過 而且是非常的苦過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苦是怎麼樣的苦 就是我為什麼會對於 美國的這個301 為什麼會那麼的憤怒 為什麼會那麼生氣 就是因為美國搞這個301 把我父親的工廠 我們的企業都摧毀了 所以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們家就陷入非常大的困境 那是只求溫飽 所以我在十幾歲的時候 我要去種菜 我要到山裡面 去幫人家砍柴 那只是求溫飽 現在被陳明通的角度來看的話 原來我是豬狗禽獸 這種感受不舒服的 真的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苦出來的人 我們的努力就是 讓我的父母不要再苦 讓我的孩子不要再苦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 最基本的人權 好 所以我才會說 用老師的身分 來跟老師講話 因為這是基本的人權 我們人類拼了多少年 幾千年來 過去的帝王的專制的時候 以萬物為出狗 以人民百姓為出狗 不把人當人看 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人權宣言 也就是要把人當人看 把人當人看 就是要先讓人活得有尊嚴 讓人有生命權 讓人能夠溫飽 這是最起碼的 所以你會看到 當去年聯合國的人權組織提出來 說美國人 美國人有四千萬人活在貧窮現象 你看看美國的總統川普 就不考慮什麼自由貿易體制 不考慮什麼WTO 全部用高關稅 想辦法要照商引資 引到他們的國家裡面來 解決他們四千萬人的窮的問題 難道川普也是禽獸豬狗 那些四千萬人也是禽獸豬狗 你看中國大陸 他們在精貧脫貧的時候 一直在猛攻那些最艱難的地區 要讓他們過得好的時候 聯合國的人權組織說 這是正確的 這是非常好的 難道你也要這樣罵嗎 所以我覺得把這些 我們基本上在先求溫飽的 這樣的一群人 在台灣剛剛育民 告訴我們說有上百萬人 上百萬人 這麼多人 這麼多的家庭都在努力 更何況 台灣的廣大的大學生畢業了 其實他一個月才多少錢 他也不過剛剛好溫飽而已 他沒有辦法累積錢來買房子 他只是剛剛好溫飽 你要把這一群求溫飽的人 都把他指控說他是豬狗禽獸 我覺得聽不下去了 因為這是基本的態度跟理念的問題 你已經違背了民進黨設立以來 對人權價值的追求 如果蔡英文你還包庇這個人 蔡英文你要負責任 陳吉仲為了要打擊韓國瑜 故意挑起說 有一萬多盒的茶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是事實 大家就開始在問 為什麼賣不出去 現在有兩個原因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農藥殘留標準過高 農藥殘留含量過高 第二個可能就是因為混茶 沒有達到當時簽MOU的標準 不符合契約條件 對 所以被退貨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凸顯出我們自己的農業出口 產生的問題 茶農就覺得委屈 我賣給你是整批賣 沒有問題 中間賣不出去 這問題是出在哪裡 本來這個就是我們的內酬 應該是我們自己要想辦法 去解決平管好 我們自己 Made in Taiwan 以後出口才不會卡關 就應該要做好 但是陳吉仲為了要打擊韓國瑜 卻把我們自己台灣的產品的瑕疵 台灣產品的弊病 台灣出口的這些問題 你把它解露給全世界人來看 有這樣出賣台灣人嗎 我們自己做不好 我們要痛制檢討 我們改進 以後我們這個農藥的殘留 一定要達到標準 我們一定要達到當初簽MOU 對 我們的MOU 也應該要完全按照 兩邊的兩兆的規定來做 這樣的話 我們Made in台灣的東西 才是有保障 結果你今天把它弄成 讓全世界都知道說 原來台灣的東西賣不出去 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問題 陳吉仲你可以這樣做嗎 民進黨現在很厲害 他有打擊韓國瑜的三招 第一個叫酸寒 第二個叫做卡寒 第三個就直接出手打了 陳明通就是很明顯的 他自己出拳想要打韓國瑜 結果沒有打準 自己還倒打一把 現在其實痛苦不堪 這幾位農糧署署長 這種就比較小咖的 用酸寒 就是說嘴巴上講得 好像自己很厲害 然後去酸韓國瑜說 你不是要害怕 然後怎樣怎樣 請問你農糧署署長 領的是中華民國納稅人的錢 你是公務員 請問我們設這個職務 設這個職務就是你要幫助 農民解決的問題的 結果你現在可好了 看到韓國瑜那麼紅 你也進來跟人家參議卡 然後去罵韓國瑜說 你不是很厲害 你應該自己做就好了 不需要我農委會 如果不需要農委會 也不需要你這個農糧署署長 那你也可以下台了 真的 我覺得民進黨的官 他都不曉得 他怎麼坐上這個位置的 然後他領的錢是來自於哪裡 你領老百姓的錢 人民的納稅錢 就是要幫人民服務 即使韓國瑜多做一些 那是他要多做的 但是你自己的可不能少做 你農糧署 你就是要發揮你的功能 難不成你今天是期待 韓國瑜趕快當總統 所以總統要解決 國家所有任何大小事 然後都韓國瑜一手包嗎 很抱歉 他現在就還不是 他現在只是高雄市市長 所以最新傳出來的 連彰化也有巴勒的問題 我請問你農糧署署長 你要不要幫忙 你要說彰化縣長 自己跳出來嗎 還是怎麼樣 彰化縣也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都歸韓國瑜館 那這樣子 中央也都換國民黨好了 比較乾脆 國民黨願意一肩扛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署長 你該辦的正事不辦 還跟人家在那邊 掺這種政治口水 這種就是不夠格 請你趕快去想辦法 幫農民想辦法 這一些巴勒要怎麼樣 現在真的有些價格很慘 彰化的聽說也很慘 所以這個是你農糧署 要一肩扛起來 麻煩就趕快做事 廢話少說一點 另外一個 這種是酸函的層次 另外一種叫做卡函的 我就用行政的手段 來叫你報告 我要來查 這個就是陳吉仲 陳吉仲他現在出的招 就是這個查農的問題 是不是我來看一下 我來把你過去2014年的案子 再救市再翻起來 好好的詳查一遍 為什麼當時MOU這樣子簽 然後這當中為什麼只賣這些 這當中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 在裡面 我要好好看一看 農委會主委是來做這種 2014年然後在北農期間 這個MOU案 是由農委會主委親自來調查 就對了 調查審理 你農委會主委 沒有更大的政事要辦 你專門專辦韓國語就對了 不只這一件 這次整個高雄去簽的MOU案 他說來 我來看 每一個我都來詳查一遍 我來看看你到底簽了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一個農委會的主委 你的格局要夠大 你真的不要把自己做小了 農委會的主委 給你這麼大的權力跟職務 不是要你來卡寒的 是要你幫農民做一點事情的 所以農委會主委 如果你有本事 上次不是說自己好厲害嗎 你要跑去東京幫香蕉簽了很多的訂單回來嗎 麻煩你 你真的要幫助查農 你有幾件事情應該要辦 第一個就是 有關於農藥檢測的問題 請你好好的把關 把我們的茶葉品質 真的把關到很好 第二個有沒有混茶的問題 請你也好好的去把它制度化 因為我們一年 光從越南進口的 就高達1.8萬噸 整個進口有4萬噸 我們台灣自己產的茶 才1.8萬噸 所以這當中 就是茶商連自己都在講說 有一些可能是不肖的人 他就是混一混 因為你在台灣 就是茶飲店有一些 進口比較低價的茶 混了我們的茶 然後又把它出口 這當中的確曾經有人 是在做這樣混的事情 農委會主委 如果真的要建立整個 我們茶的品質跟秩序 你要把這兩件事情 徹底的辦好 做好 那你如果更有本事的話 麻煩你也去搶訂單對不對 你不要去說這個 2014年沒有達到1萬噸 真的有本事的主委 那麻煩你 這個1萬盒的你可以 你說韓國人做不到 我做給你看 你去做 你去跟其他 你可不可以跟中國大陸 去簽另外一個新的MOU 或者是東南亞國家都可以 把我們台灣高品質的茶 藉由這樣的MOU 你說如果你敢搶韓國人說 你做不到的我陳吉仲來做 這一萬盒真的沒有賣出去 我陳吉仲扛下來 我去簽了新的訂單 那我就服氣你 但不是 你現在只會在那邊找茶 然後正事都不辦 雖然韓國人罵得很好 就是說 你們現在真的是搞錯了 你們到底為農民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只會在那邊卡韓酸韓 我覺得這樣的政務官 這樣就是不及格 questa在那個部門 我希望與您沒爲爲 還要工作 也好 聽你說的時候 那樣子 買